大家好,这里是农民养花草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天珠葵的养护 天珠葵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养护得当的 它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四季都能开花 很多人都说天珠葵是有名的度下男 但是天珠葵养好了 在夏天也一样能开出花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天珠葵 现在还是在开花 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分享过 我这个天珠葵开花的视频 当时开了好多花 还是很漂亮的 那么天珠葵如何养残得到 安全度下不黑服长的状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注意事项 只要坐到位度下也是很容易的 第一点就是要注意 一定要保证有良好的通风 天珠葵它为什么会出现黑服 烂根的情况 大多都是因为通风不好的情况 因为在高阴高湿的情况下 夏天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天气 它就是特别容易滋生一些细菌病菌 而天珠葵的质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本身就是能有一定的水分 而且叶片上面就是有一层绒毛 特别容易招一些细菌 所以说就造成了它特别容易黑服烂根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保持 要保持良好的通风 在通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 它就细菌病菌 它就会滋生的就少一些 并且还要注意少浇水 不要给它特别频繁的浇水 让土壤出在一种 就是微干的情况下 不要过于潮湿 可以等它的土壤 就是四成干左右 再给它浇一次透水 浇透水之后 一定要就是还是说了 还是多通风 把多余的水分呢 及时的控出 不要让培内出现积水的情况 同身要注意好浇水的时候 不要让水分粘到它的叶片上 同身的叶片 若是粘到水 肥之类的积水东西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除 不然的话 它的叶片也容易 就是招生 就是四成一些细菌病菌的 它的叶片 大家可以冒险上面覆盖着一层 就是薄薄的绒毛 这种这样子的叶片 都怕叶片积水 叶片积水的话 特别容易出现黄叶烂叶的现象 所以这两点做到胃呢 大部分田乳葵都能长得很好 若是养在 就是室外的田乳葵 它生长的环境 气温高于30度 那么就要停止施肥了 但是若是养在室内的 就是田乳葵 因为室内很多人家都经常开空调嘛 气温能保持在 就是温度能保持在30度以下 那么它还是能持续生长的 比如说还像这样子 不停地长新芽新叶子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可以给它 再做到薄肥浸湿 这个时候下点高温的时候 给田乳葵施肥呢 建议呢 就是不要用塑胶肥 可以用有机肥 或者是缓施肥 比如说我个人养 就是夏天养花的时候 就就常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是一种就是有机肥 主要含有肉固粉 芝麻饼 还有菜脂饼等原料 组成了一种 就是有机肥 里边呢 不但含有氮磷钾 还含有钙米吸引的微量元素 能保让养肥呢 均衡的 就是供给 供给这个植株的生长 并且呢 它呢 长期使用呢 还能改善土壤的输松度 保持土壤酸性 特别利于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休眠期植物的使 就是使用 并且它呢 肥效比较的温和持久 而且呢 干净无异味 特别适合室内养花 使用期内特别的简单 咱们只需要在瓶里边呢 就是一个月给它埋入 埋入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呢 像这种小盆的 大概用个十例左右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 像这样养的 就是天竹葵呢 它在夏天的时候 也会生得比较健壮 秋凉之后呢 就能大量的出新芽 并且大量的去开花 喜欢的朋友 可以这样养一下 天竹葵 让它安全度下 秋凉度开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